怀孕后,孕妈妈在饮食上要下很大功夫,除了讲究合理的饮食搭配,还要注意科学的饮食习惯。 半后,许多孕妈妈忽视了一些小细节,这些小细节不仅对自己没什么好处,还可能会影响到胎宝宝的健康发育。 所以,不管是为了胎宝宝,还是孕妈妈自己,都一定要注意。 半后,孕妈妈不要马上做这几件事,对自己和胎宝宝都不好,半后,马上喝水。 许多孕妈妈都有半后,马上来一杯水的习惯,实际上这种做法是错误的,因为在吃完饭后,体内会分泌味液来消化食物。 如果马上喝水的话,就会吸食味液,这样就导致食物比较难,并且受体内激素变化的影响。 如果孕妈在饭后,马上喝水的话,会加重微博的不适,进而导致消化不良,对菜宝宝的发育也会有所影响。 二,饭后马上吃水果。 不少孕妈都有饭后,马上吃水果的习惯,吃完饭后,胃里就会有还未来得及消化的地本,蛋白质,之类等物质。 如果饭后就直接吃水果,那么水果被阻碍,前进停止味内,水果得不到及时的消化就会腐败。 凡时在味内腐败的食物,都会变成九丁级毒素,引起重症疾病,发过胃灼热,消化不良,肚子疼痛等。 并且,这个消化时间一般持续在两个小时左右,也就是说在这两个小时之内,吃进去的水果,是难以得到消化的。 专家指出,吃水果的正确时间,吃饭前一小时和饭后两小时,饭后马上洗澡,孕妈饭后立即洗澡,毛细血管扩张。 经常味道输送的血液降低,消化液的方面也降低,整个消化功能就会降低。 建议孕妈在饭后一小时后再洗澡,爱妈提示,洗澡的水温不宜太高,否则会伤害到皮肤,杀伤胎儿的脑细胞,否则容易出现头晕的现象。 怀孕头三个月不要泡澡,如果孕妈一定要泡澡,最好把水温控制在38度低下,27度以上,且时间不宜过长,尽量控制在20分钟以内。 对于孕妈来说,最安全的洗澡方式是淋浴,吃到15分钟为宜,坐浴虽然能让人更加放松心情,舒缓情绪。 但是对于女性来说,却不适合经常坐浴,对于妊娠期的女性的来说更不应坐浴,饭后就玩手机。 现在人人都是手机不离生,有的孕妈妈在家里甘心养胎,那天除了吃饭就是玩手机,急抱下筷子,拿起手机。 别无他面,孕妈妈是不能一直看手机的,更不能熬夜看手机,特别是孕早期。 太宝宝正处于主要器官形成的关键时期,没节制的玩手机会导致内分泌紊乱,影响新陈代谢。 不利于开宝宝生长发育,熬夜玩手机还会影响宝宝的生物中,不利于宝宝出生后长成良好的睡眠习惯。 所以,如果不是因为身体不适,孕妈妈尽量少熬夜。 不熬夜,不,吃完饭不停顿,开车赶路。 关于开车,爱妈给出的建议的是,孕妈尽量不要开车,需要开车的话,也不要在吃完饭以后马上开车。 要开车经验的人都知道,饭后开车很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,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判断失误,严重还会导致车祸等的发生。 因为在吃饭的过程中渗入大量的食物,正是为了满足消化的需要,那么很大一部分血液就会到了尾部。 从而使得大脑处于缺氧缺气状态,导致喝水等现象的发生,饭后不要炖烈运动。 吃完饭后,体内的消化器官就开始工作了。 如果做炖烈运动,就会导致输送到消化器官的血液减少。 从而使渗入的食物不能很好地被消化吸收。 同时,剧烈运动的话,容易导致胃下垂。 因此,建议运麻烦后最好是干饭不就好。 不要做剧烈运动。 如果要做强度大点的运动,建议饭后两个小时后再做,而且要量力而行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